大家好,又係我星星為大家職人吹水 大家好,我相信大家又看完我做酸巧頭的菜式 其實我都不知哪一條影片會先推出 買了一些巧菜,我們用來做酸巧頭 這些巧菜,我們俗稱為拜山菜,清明前後這些巧菜是相當當做的 當然,如果我們做酸巧頭的,買一些老新的,只用頭做酸巧頭 如果老新的巧菜,就不適宜拿來炒 這類的巧菜又可以用來做巧頭,新的部分就可以用來炒 炒甚麼菜最適合呢? 炒燒肉,用來炒就叫做燒肉 炒燒肉,如果用來做豆腐,就叫做火腩 豆腐火腩飯 買這些燒肉,我每次都會選擇這個部位 哪個部位啊? 豬脊骨對上那部分,豬頸部位 這些都是燒肉價錢 燒腩價錢又不同了,又貴很多了 還有,有看我做豆腐火腩飯,我都說過很多次了 這些燒肉和燒豬腩仔都不同了 這些燒肉比燒豬腩仔貴,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原隻新鮮豬燒 一般來說,如果做的那些豬腩仔,我們都會用急凍豬腩仔來燒 我每次都是買這類型的,回來做一些烹調用的,就相當好味 這些位置很爽的 這個也是一個簡單時令好味的 叫做家鄉菜式,我會搭一些這些菜譜 那些材料就不太複雜的,首先我們先處理了那些翹菜 這些我已經全部用來做了那些翹菜了 主要是原條翹菜,就是這些 如果用來炒的,不要買太老的 這些頭也是用來炒的,味道會比較濃郁一點 然後回來,我們也是很簡單的,那些筋的部分就全部都不要 不要看這裏,哇,好像很多啊 我們稍後改起來,其實不是很多東西 因為我們吃翹菜,大部份都是食頭這個部分 還有少許綠色的部分 我們後面的那些,大部份都不會吃的 所以我們現在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我們拿一條翹菜出來 就撕掉它 把最外層那層,最粗的那些纖維,先撕一下 那為什麼我們的尾部份都要一早就撕掉呢? 你現在撕掉有個好處的 這些位置容易撕掉很多的 當你一改齊了,那你就會難撕一點 那現在你就用心去撕一撕,把它撕掉 那這樣 那這些蕎菜菜式就很有趣 外面加你很少吃到 那在家裡,一年就吃一兩次了 即是當做這個季節 過了立春後,去到清明節前後 這些蕎菜都是相當當做的 那當紮了第一層衣服之後 現在我們處理也是很簡單的 我們就把白色的部分 綠色的部分留下一點 這樣就已經可以了 將蕎菜頭改出來之後 我們第二次轉 我們只要這一節 這樣 後面那些,我們就不會用了 為什麼呢? 做這些蕎菜 其實跟做韭菜花的原理都差不多 你一吃下去,一吃到有渣 但一腦身就不好吃了 所以我們做這個菜 我們後面那些 粗粗的這些 我就全部都不要了 改好之後 我們綠色的部分 分開裝 搭一點辣椒 很久了 在蕎菜浸泡之際 我們現在就把菜泡拿出來 這些菜泡 我們都要改成一條條 這樣配合餐菜就會比較理想 你說不是的 你切到細小粒 也是可以的 但如果你切到一條條 你配合起來 就有一點點 巧菜 又搭了一些這些菜泡絲 是相當好吃的 現在我們就 輕輕地切完就OK了 不用這些菜泡 還有沒有其他好建議呢? 可以用一些即食的炸菜絲 就更加方便一點 但如果傳統的味道 都是用菜泡 準備三粒蒜頭 切成蒜片 都是帶出一個 巧菜的香味 色澤漂亮一點 還有有一點辣味 我們就 搭一點紅椒絲 我們也是 跟一些 料頭的切法 一條條的 切一條條 在粵菜當中 所有配料 均勻 最重要 當所有材料 都處理好姿勢 現在就 拿一塊燒肉出來 正如我剛才所說 哪些是燒腩仔 這些就是燒腩仔 看些顏色 是有少許不同的 這個切都很簡單 不要切到它太大粒 這些 輕輕地 切幾塊 這裏就差不多了 為何說 這些 爪子位 不見天最好吃 來吧 就是這些 這裏很爽 這裏 這裏就 做了兩塊 真棒 這裏也是 不要太大粒 輕輕地 改一改 現在已經忍不住口想吃了 火腩配料準備好之後 我們再看一些竅菜 現在就清洗一兩次 清洗乾淨 清洗乾淨它之後 隨即分開兩個燒機 將它瀝水 為何要分開它呢 白色這個部分 我們要先炒 因為這些就很快熟 這些 材料準備好之後 我們這邊就 開了一個小火 輕輕燒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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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燒 旁邊就煮少少滾水 我們就保持著白鑊 用白鑊 先烤一烤菜脯絲 這些菜脯 我兩三年前已經做過一個 叫做油渣麵的辣菜脯 我都說過了 這些菜脯的原材料很重要 一分錢一分貨 有時候去到雜貨店 你問老闆 有沒有一些比較好吃的菜脯 有些會翻到一些好吃的 這些菜脯也是 即食菜脯 不需要特別清洗 或者烹調 如果我們做一些辣菜脯 我甚至乎 就這樣 拌一些辣椒乾 就已經可以了 如果用烹調的 就烹一烹 菜脯正在烹調 我們把碗拿出來 把火腩放進去 這些火腩 我們做二次烹調 都要做一個步驟 就是拖一拖水 或者用熱水烹一烹 烹一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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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的目的就是 把很鹹的味道 烹一烹出來 還有把一些油脂 不太好的味道 烹一烹出來 現在就隔水備用 當火腩都準備好了 我們準備一個甜甜的蠔油蜆汁 大約1湯匙的蠔油 約1茶匙的生抽 半茶匙的生粉 輕輕調3分1茶匙的砂糖 加一點清水 加一點清水 蜆就完成了 我們稍微攪拌一下 這個蜆不需要加鹽 因為我們待會炒巧菜的時候 會加一點底味 還有一些菜脯 還有一些燒腩仔 都會有一點鹹味 醬汁都準備好了 菜脯又差不多乾身了 現在就將它全部拌起 接著我們開著猛火 燒一下直鑊 放兩滴油 二話不說 將火腩片和燒肉片 調到中火 慢慢煎一煎 我們務求 讓腩片最肥的部位 油份釋出 所以剛才我叫大家 放兩滴油好 不要太多油 這段時間有什麼好做 還有打貓 也順便試一下菜脯 很爽口很棒 我們炒到微微金黃色 這樣就可以了 這個時間 我們就 放在一邊 放一些蒜片 爆一下 讓它有一點香味和金黃色 看到有微微金黃色 我們就二話不說 把香菜的白色部分 放進去 這個時間保持著大火 快速炒幾下 務求把所有油份 包一包到香菜 當油份包育了之後 再煎一煎 香菜的香味就出來了 然後聞到一些香菜的香味 我們就把紅椒放進去 再炒兩三下 這個菜很快 然後在香菜上 放一點底味 放一點鹽 再炒一炒 拌勻 拌勻之後 加入燒肉 一起炒一炒 這段時間加菜脯 炒兩三下 這個菜很快 就是不停的 大火在鍋邊炒一點酒 放一點酒 然後搅拌勻 一邊炒 一邊炒 一直上去 務求 讓蠔油麵包一包調菜 炒兩三下 這樣就可以 炒巧菜要很迅速,一煮熟就不好吃,先炒起 鑊底是乾身的,無欠留底,為之合格 一個充滿鍋是燒肉炒巧菜的呈現眼前 燒肉炒巧菜這個菜式,如果你喜歡吃韭菜或小炒黃,這個菜式一定會適合你 燒肉炒巧菜這個菜式,如果你喜歡吃韭菜或小炒黃,這個菜式一定會適合你 也是那一句,注重鍋器,巧菜不要炒得太熟 喜歡吃巧菜的網友,給我一個讚好,喜歡吃火腩的網友,訂閱職人吹嘴的頻道 如果兩者都喜歡,麻煩你加入我的頻道,歡迎繼續吹嘴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多謝收睇,下條影片再和大家分享 我每次都說,懂得看片味,片味有什麼好看呢? 這個菜式雖然說是炒巧菜的,但是是相當好菜式的,我建議大家煮多兩碗飯 因為那些巧菜,很野味,火腩就不用說了,最初買不見面的位置,一邊吃一邊流口水 然後呢,你吃到菜脯,咸香爽口,我吃飯點 下過了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